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条最著名的最漂亮的那条风景线 我们一路走过去 318 318 从现在开始明天早上我们就走318 给全世界给观众听众看祖国的壮丽风采 看西藏的壮丽风采 从成都开始 谢谢大家 再见 那个亲爱的全球观众听众 李毅教授穿藏行 从成都开车到拉萨 我们刚才已经在这个 这叫老妈 皇城老妈 我们已经在成都的皇城老妈 这个开始了 明天早上就出发 今天晚上成都皇城老妈 这个不胜感谢这个郭先生 这个郭总 这个是咱们这个白熊 白熊跟咱们一块走 从成都开车到拉萨 这个今天晚上嘛 这个主要是 我们就明天开始 一路看藏区的 看西藏的 这个最美的风景 另外就是看 以白熊 在白熊领导下 我凑合着给大家 这个汇报一下 西藏的历史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东西 对 路上遇到化石场 我可以帮大家做 初步鉴定 他还想捡化石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刚才这个两个摄影师 刚才吃饭 我们聊台海 所以接着聊 接着聊 就刚才咱们刚才说这个事 就是第一 现在这个 赖清德 无论是520 无论是双十 赖清德的讲话 都会继续坚持台独 巩固台独 继续台独 加速台独 不可能给大陆任何脸面 这是李毅教授 今天的发表一段研究成果 现在问题是我对 我这个研究成果啊 我充满信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十年八年了 我这个研究成果老是对的 这个大家知道 跟很多很多学者相比 我正确的这个比例太高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所以 那么刚才也讲了 我们的基本政策 我也做过一个节目 叫做台湾问题不传下一代 大家在百度一搜索 谷歌一搜索 台湾问题不传下一代 李毅教授说 台湾问题不传下一代 大家就看到 在中央的那么多重磅文件中 我把那个中央文件在百度上 那个印出来 照着念 我说中央文件 哪个文件说 台湾问题不传下一代 中央文件 哪个文件说 台湾问题不传下一代 给念了一遍 您说太对了 到了下一代 真是不好说 不好意思 不是 这个不能到下一代 到不了下一代 如果这样往下一代到 那就出大部分问题了 那问题就出大了 对 咱们在成都 在从成都开车到拉萨之前 我们敬祝领袖身体健康 亲爱的观众听众 我已经去过两次西藏了 第一次去 转了一下西藏 看一下布达拉宫 第二次又去 第二次又去那一天呢 刚好别人转布达拉宫 我说我去过了 刚好通了火车 班禅那地方叫啥 日喀泽 我坐了 刚刚通了几个月的火车 到日喀泽 我自己打了个来回 看了那个 那个班禅的那个行宫啊 那个班禅行宫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 完全是个公园 公园里面也没啥人了 但是那个大城堡还在 班禅那个确实是 日喀泽 班禅那个 前葬后葬啊 班禅那个宫殿各方面 确实要比达拉这个 那距离相当大 也不奇怪 人家达拉那边是 比较为主的 比较厉害的 然后这 明天早上开始 第三次进葬 这个刚才这个 这个有老哥和这个大姐都问 说那个进葬高反情况 亲爱的全球观众听众啊 高反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也就去两次了 明天去 世人必然有高反 不可能没有高反 高反我总结就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说话 说了上句 往下句 这是第一个高反 第二个高反是 爬楼梯 从一楼爬到三楼 休息三到六次 第三个是 坚决不要低头系鞋带 那就要出事的 这就叫高反 所以你知道这三件事就没事了 就正常嘛 没事的 哎呀 行长 不胜感谢 这个不胜感谢这个郭先生 郭总 这个接着说 台湾就是这个情况了 总之就是刚才说 我们这边不能再拖了 拖过下一代 后果不堪设想 拖的过程中 就可能出天大的事 然后刚才刚才讲了 美台也不许我们拖了 为什么不能拖呢 他把美国印太军区 印太战区总部在夏威夷 印太舰队总部在夏威夷 他把印太弹药总库 去年宣布放到台湾 现在已经开建 就以后夏威夷的美军 日本的美军 南朝鲜的美军 没弹药了 要把台湾来取 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 菲律宾现在也有美军了 人虽然很少也有了 整个亚太的美军的弹药 要上台湾来取 这意思就是说 台湾将储备 够台湾台独分子 打三到五年的弹药 这个是绝对够的 台独分子因为受了 俄乌战争的影响 也打了鸡血了 他们现在气焰很盛 觉得这个俄乌之间 俄罗斯军队被认为 比解放军要强很多倍的 结果大平原 都被乌克兰挡住了 所以他认为台湾海峡 跟我们隔一个海峡 那么我们说台独势力呢 死应台独势力30% 加上不死应的台独势力 百分之八九十 那么他们现在就觉得 统一是绝不能甘心的 不能统一的 台独吧也实现不了 也令人交路 刚好趁现在美洲 加紧武装台湾 干他一下算了 成了就成了 不成就不成了 所以台湾的这个 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现在最终大陆来讲 那么李毅教授 今天在成都 在皇城老妈 再次重复一下研究成果 就是李毅教授认为 台湾问题确实拖不过 2030年前后 现在24年 还有6年 我认为是拖不过 不是 中国现在是 尽一切努力想 我们经常讲 叫用99%的努力 去争取那个 百分之一的 和平统一希望 这个话我们听着 发言人都讲了几十次了 但现在问题是 努力来努力去 那个和平统一希望 还也没有从 百分之一提到百分之二 所以现在 大陆今天还在努力 一个是想避免 武统 第二个是想推迟武统 但是那么李毅教授认为呢 因为赖清德已经顺利当选 赖清德至少要干八年 赖清德之后的那个领导人 那就是 天然了 根本没有假 那绝对更台独分子了 所以现在你要想 一代人以内解决台湾问题 就还有六年时间 这就是李毅在这个成都 皇城老妈 明天我们要这个 李毅教授穿葬行 从成都到 拉萨 从成都开车到拉萨 我们今天是第一集 谢谢大家 诸位老哥大姐 还有什么指教 你们还有什么指教 有没有什么指教 您说 判断也正确 还有什么需要小弟汇报的 老哥 在学术领域 老大 在学术领域 嗯 我有个问题 请 郭哥 郭兄请 最近有个传闻 说这个侯友宜啊 对 侯友宜 不甘寂寞 落选了吗 沉默了 嗯 现在又忘出来了 通过其他媒体和记者 他说大选败选的问题 他准备参选国民党主席 嗯 哇 和友宜还有这胆量 有这个想法 嗯 他说败选的主要责任 第一 是朱立伦 超过了柯文 嗯 但是 和友宜现在跳出来说这个话 这个 不知道 你就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台湾是这样子的 台湾是个民主社会 是个选举社会 跟美国一样 跟德国一样 跟法国一样 就每个政治家 台湾当然除了跟英国不一样以外 就每个政治家 就是村 台湾是一个台湾领导人 22个市县长 400个乡镇长 8000个村长 他是个村长 就想着巩固村长当乡镇 选啊 四个乡镇长 400个乡镇长 就想巩固乡镇长 上22个市县长 22个市县长 在台湾都不是一般人 我们说 伪总理 伪副总理 伪部长 放下去当县长 能选上 都觉得三生有幸 因为台湾各县呢 都是黑金势力 都是那个人民的名义啊 扫黑风暴啊 狂飙啊 各县都是 都是这情况 所以就是 我们说伪总统 伪副总统 派一个伪副总理 派一个伪副总理 伪部长 下去选着 选着22个市县长 还往往还选输 就这情况 然后上到了这个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成都火锅很辣啊 完了 然后呢 他这个一旦上了 前五名前十名以后 就想着我死以前 一个是我要参选台湾领导人 伪总统 第二个能选上更好 所以这个侯友宜这个人原来是 认为他这辈子就到市县长为主了 这不会上了 他是台湾第二个大的市县 叫新北市 不是台北 台北是蒋介石的曾孙 蒋万安 他是台湾第二大新北市的 他原来是让他选 他都不选 硬给他抽了 因为必输无疑嘛 选一次以后呢 诶 有感觉了 我也行啊 所以开始 台湾这个事啊 我这个已经说过多次 我说凡是关心祖国统一的人 第一点 就再不要关心任何台湾选举了 因为台湾选举所有的人 全是独 全是独 不是名都就暗都 无论是台湾领导人 22个市县长 400个乡镇长 8000个村长 候选人 不是台独分子 就是独台分子 只要有人说 我是中国人 我认为台海迟早要统一 你别选了 你帮零票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在这情况下呢 统派 真正的统派 就是不参加选举 我是中国人 我要统一 我不参加选举 我要给解放军台商员 我要给解放军做带路党 解放军上岸找不着地儿啊 我要给解放军带路 解放军商员 我给台 解放军劣势 我给临时埋 什么人 中华统一促进党 我去了四次台湾 三次跟他们见面 他们我刚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们不到一万人 第二次去的时候一万多人 第三次去的时候两万多人 一百个人一个支部 党支部 一百个人一个支部 全是下层贫下中农和劳工 这党支部书记顶多大专生 本科生 小老板 没有一个当官的 没有一个富人 没有一个有钱人 然后过年了 你跟我们当一年党员干嘛 过年送几袋大米 送几斤肉 我亲眼看见 这是台湾目前唯一的一个 两万多人的统派力 叫中华统一促进党 总裁叫张安乐 叫白狼 他就是这样 他写一小册子 拥抱中华 什么 缅怀中华民国 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这个党叫中华统一促进党 准备迎接解放军上岛 带路党 所以就被台湾的公典法 没收手机 没收电脑 没收护照 请喝茶 台湾现在就这两万多 这么一个 其他的所谓几十个 所谓统一政党 我去看了 要不然几个人 要不然十几个人 没有一个能超过三百人的 他主要是在台湾上个街 游个行 然后就到北京来说 你看见没 我就是那个党的 你们给我点钱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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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湾统派力量 在台湾选举 永远是12% 连3%都没有 先生 最近 嗯 马英九到北京来了 嗯 在习主席是会见 是是是 马英九 还有 嗯 那个谁 嗯 那个女的 叫 宁修祝啊 宁修祝 到深圳 嗯 嗯 宁修祝 没有报道 诶 宁修祝来没 不报道 他自己来的 嗯 自己来的 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讲两句啊 嗯 我做了五期节目了 就李一教授说马英九来大陆做了五期 我都讲过了 然后又补充了三五期 这就不说了 马英九这次来 他这个问题是 嗯 这么大团队 一路 最高领袖待遇一路过来 最后 没有 统一两个字没提 本来我们说你能不能讲拥护统一 或者你说我 我拥护和平统一 马英九一个字不说 那么宁修祝呢也是前党主席 宁修祝就是公开讲 迟早要统一 早统一比完统一好 你不合同就要有五统 但因为这个事情在台湾被整得死去活来 国民党把他实在是 那独派恨不得杀了他 国民党把他整得死去活来 很惨很惨 我去了 我见了他 我跟他谈了几十分钟 我那笔记到现在还没发表 那么 那么他是一直主张统一的 所以大陆就不让他来 因为大陆到现在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 他想支持那些 在台湾的选民中 哪怕只有3% 58%的那种 3% 10%的支持率的人 他都愿意请 你在台湾这个选举社会 没有人投你票的这个 这个种人 你就是再要统一 大陆不理你 你来了我也不报道 我也不让你进北京 这个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讲了50次 我很含心 我在台湾大陆统一统派 统派跟我都说 你们 我也不能说他们说的多难听的话 就是说你们到底是要支持统派 还是支持独派 我们知道 民进党所有台独死硬分子 在大陆都被我们热情 五星级酒店住着全中国都玩 吃喝玩乐 包括蔡英文 包括赖清德 赖清德还在复旦大学 大礼堂做报告说 我们就是要台独 把那个上海市台办和复旦大学领导 弄得当场下不了台 所以你现在在网上都可以查 你查赖清德复旦大学 那就跳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老是有个思想 就是说 你想收买人家更不可 不是 这个政策是 这个取向是错的 你比如想 你打平津战役 辽审战役 淮海战役之前 你在那个 你在辽审 平津淮海 你是跟 你是帮 你是去热爱哪些人 去帮助哪些人 肯定首先 一是地下党 对吧 地下党 那我不靠你 我怎么怎么怎么过去 第二就是 外围群众 你心向共产党 你还没靠地下党 但是我 你还没入党 那我知道你是 心向我的 至于你说 你多么有名 多么有钱 你有多高的学问 但是你是跟蒋介石走的呀 那关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廖水海还平静 渡江战役 我要战南京了 你不是 你要跟蒋介石走 你不跟我走 我管你有没有名 有没有钱 有没有什么道德 有没有什么声望 关我们西医师啊 最后就我觉得 我们40年来 30年来 20年来 这个关键还没有转过来 就是我们在台湾做工作 要做那些 敢说 我是中国人 我赞成统一 你只要说这句话 大陆随便来 来了住五星级酒店 关键是2000亿美元的 两岸贸易 这个是最厉害的 我必须要 我跟什么人做这2000亿美元的 这两岸贸易呢 就是你说 我是中国人 我拥护统一来 这生意就给你了 我们现在做不出来 这怎么做不出来 你明天早上 你四川省台办开个会 说全体台商给你三个月考虑时间 他不敢为什么不敢 因为上面没说 我跟你说 你真要这么干了 我向你保证 台商75% 85% 95% 全上电视说 我是中国人 我拥护统一 生意在这 要钱呢 我告诉你 会发生很多死硬台独分子 抢着上电视说 我是中国人 我拥护统一 要生意呀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两岸贸易占台湾GDP 34% 来 为两岸贸易 2000亿 我就是用这一个办法 就能把台湾生生的从统派 从1%给你 一年以内给你搞到34% 为什么 生意呀 生意人啊 他哪怕晚上他再三说 我要台独 要台独 早上9点就说 我是中国人 我拥护统一 要钱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策 整个这个取向 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 对不对 台湾影星 台湾歌星 台湾作家 欢迎你到大陆来 卖书 演电影 唱歌 但是前提是 你在电视上说 我是中国人 我用户统一 哇 你看那叫他人多得很呐 你只要干 你只要这么一说 然后这个阵营 马上就划分了 不来的我们就知道 这小子连给钱都不要 对不对 这那么私营态度 剩下这些 都是自己人啊 对吧 不要他心里想什么 嘴上说什么就行嘛 所以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 这次你又看出来了 马英佐兰 你让领袖给他接代 不说同意 那洪秀柱这说同意的 他在台湾 过节老鼠人人喊打 你不接代人家 这不行啊 你这样让台湾的统派 彻底寒心 而且是土崩瓦解 过节老鼠人人喊打 这段其实类似的话 我也讲过多次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听众 我们这个李毅教授 穿葬行 从成都开车到拉萨 第一集到此结束 明天早上我们就 两辆什么车 租了两辆陆地巡洋舰 十个人的团队 明天早上出发 不是明天早上 反正明天要出发 从成都开向拉萨 以这个年龄最大的白哥 为年龄最大的 我们这个精神领队 我们明天早上出发了 预祝我们此行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好